请听故事,感悟成语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遇见成语》 今天我们将要遇见的成语是 叹为观止 分开来慢慢朗读 叹为观止 叹 叹为观止 叹为观止 叹指的是赞赏 观止指的是看到这里就够了 叹为观止 字面的意思是说看到这里就够了 不必再看别的了 现在比喻 赞美所见的事物好到了极点 叹为观止 这句成语最早出自于春秋时期 左秋明的左传相公二十九年 原文说 德智已哉大矣 如天之无不愁也 如地之无不在也 虽甚圣德 其灭已加于此矣 观止矣 若有他乐 无不敢情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份德行真的非常伟大 就像上天覆盖着众生 大地承载着万物一样 即使是极其崇高的德行 也无法再超越这个了 他已经达到了极致 如果有其他乐曲 我不敢再品鉴他们了 这句话的背景故事是这样的 公元前五百四十四年的春秋时期 吴国国王希望和其他各诸侯国交好 便派出一位叫做纪扎的特使 出访这些诸侯国 纪扎这个人十分聪明 并且品德高尚 在吴国也有很好的声誉 纪扎最先拜访的是鲁国 鲁国国王知道纪扎来了 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 鲁王对纪扎说 我听说纪扎你学识渊博 对音乐十分有研究 今天我请来了我们这里 最优秀的乐师为你演奏音乐 你是否能帮我品鉴一下 纪扎十分喜爱音乐 高兴地答应了鲁王的要求 乐师们来到王宫后 首先演奏了两首乐曲 周南和赵南 纪扎听完后感慨说 这两首曲子确实美妙 我能感受到作曲者虽然一生辛劳 却没有一丝怨言 这也让我联想到 我们大周朝创建初期的美好时光 紧接着鲁王 又让乐师演奏了一首乐曲 纪扎听完后 激动地说 这首曲子太好听了 这一定是那首名为 魏风的曲子吧 我认为这首曲子 曲风铿锵 节奏鲜明 一听就能想起诸侯国 魏国 我知道 虽然魏国曾有过坎坷的历程 但是那里的百姓 却坚忍不拔地坚持了下来 不仅如此 那里还有像魏康书和魏武功 这样的优秀人物 魏国的确是个优秀的诸侯国 紧接着鲁王让乐师们演奏了 正风一曲 纪扎听完后 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他对鲁王说 大王 我想这首曲子作曲者的国家 恐怕将要灭亡了吧 你听那曲风 似乎每个音符里都带着怨恨 我认为这首曲子 能反映出作曲者的国家 有一个非常暴虐的国王 百姓们也生活得非常困苦 鲁王听了鸡札的话 连连点头 随后他又让乐师们演奏了 大雅和小雅两首曲子 纪扎听着这两首曲子 刚刚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开来 他的脸上还挂上了微笑 听完后 纪扎开心地对鲁王说 大王 这两首乐曲 曲风宽缓 和谐安乐 让人听了十分舒畅 这让我想起了咱们大周朝建立时 老国君周文王的美德 最后 鲁王对纪扎说 你欣赏了这么多乐曲 我们不如再欣赏一支舞蹈吧 于是 鲁王找来舞者 为纪扎跳了一支名为 昭霄的舞蹈 纪扎只是看了一眼 便叹了口气 他对鲁王说 大王 这支舞蹈让我想起了那句话 上天覆盖着众生 大地承载着万物 这种包容的气度 一定是在歌颂上古时期 顺地的美德 我今天欣赏的表演和乐曲到此为止吧 我认为这世间再也没有比顺地的美德更好的了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音乐或者舞蹈 我也不会再品鉴了 鲁王听到纪扎的解说 十分敬佩纪扎的学识和品德 便找来史官将他说过的话记载进了史册 这样 他的话便可以永远地传送下去了 随后 纪扎离开了鲁国来到了魏国 他到魏国后便住在了魏国大臣孙文子的家中 一天 他听到孙文子家的后院有鼓乐声 便找到孙文子 对他说 奇怪 我听说 有些人虽然聪明有才能 但是却缺少好的品德 这样的人 会因为自己的品德遭到祸患的 孙文子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品德 才让魏国国王不开心的 魏王现在 还在生你的气 你却敢在这个时候玩乐 这样太冒险了 不仅如此 我知道 魏国的老国王刚刚去世 这时候 你不仅不因此感到悲伤 还在这里听音乐 这样 难道不会遭到灾祸吗 孙文子听了记载的话 十分羞愧 便发下誓言 以后 都不再听音乐了 要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品德 记载离开魏国后 又来到了徐国 拜访徐国的国王 徐王看到记载的配件 十分喜欢 但是却不敢对记载说这件事 记载看出了徐王的想法 但是当时由于他还要拜访许多国家 就没有将宝剑送给徐王 然而 当他再次回到徐国时 却得知徐王已经去世了 记载感到非常伤心 他解下宝剑 并将其挂在徐王墓旁的树上 然后默默离去 记载的随从 看到记载这么做 十分好奇地问 大人 徐王已经去世了 您为什么还要把剑放在这里呢 记载坚定地回答说 其实我早就想将这饼剑送给徐王了 但那时因为太过匆忙 便耽误了 虽然徐王现在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既然内心已经有了承诺 那么就一定要兑现 记载的行为得到了各诸侯国国王和百姓的称赞 这使他成为了整个周朝最有名的人物 他的事迹也被写进了周朝的史册 在这个故事里 记载看到舞蹈后 便不再观赏品鉴其他的舞蹈或乐曲 因为他认为 舞蹈表达的是顺地的美德 而顺地的美德已经是最好的了 这便是成语 叹为观止啦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很久以前的唐朝时期 有一位诗人名叫李白 他写的诗豪放洒脱 奔放自由 并极富想象力 这使他成为了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有一次李白坐船 准备横渡长江 船行驶到江西 李白放眼望去 发现眼前是一幅绝美的景象 湛蓝的天空 波光淋淋的水面 李白沉浸在这美丽的风景中 于是他拿出纸笔 为眼前这幅美丽的景色 写了一首诗 李白的这首诗很快传遍了朝廷和民间 人们纷纷惊叹他的才华 皇帝看到这首诗后也非常喜欢 便下令让李白入朝 表彰他杰出的才华 李白进入皇宫后 皇帝对他的诗大家赞赏 皇帝说 李白 你写的诗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 使得没有看到美景的人 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但是 你描绘的景象 是否真的存在于江面之上呢 李白笑着回答道 陛下 我的这首诗 的确是我在游船上所写的 但是诗句中 描绘的景色 并不是完全是真实的 长江的美 让我联想到了很多奇妙的事物 我把这些事物融合到我的诗中 这会让整首诗读起来更加生动 美好 这也是我对所见之物赞美的方式 皇帝沉思片刻 然后笑道 李白 读过你的诗后 我已经不想再看别人的诗歌了 因为别人的诗歌 都无法和你的诗歌相比 你的诗 让人们看到了美的力量和无限可能 让我重新发现和欣赏周围的世界 从那时起 李白的诗歌作品更加广泛传播 他的很多诗 也成为了流传千年的经典之作 人们常常认为 只要看过他的诗词 就不需要再看别人的诗词了 并将他视为中国文学史上 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李白用他的才华和赞美之情 将美的力量传递给世人 成为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传奇 在这个故事里 皇帝和百姓认为 看过李白的诗词 已经好到了极致 使得他们看完李白的诗词后 就不需要再去看其他人的诗词了 这便是成语 碳为观止啦 两个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遇见的成语吧 碳为观止 碳为观止 最后再来用 碳为观止 造一个句子吧 孩子们精彩的艺术表演 令在场的观众 碳为观止 孩子们精彩的艺术表演 令在场的观众 碳为观止 好 今天的遇见成语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和订阅吧 我们下回见